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绕道至领主侧方跃起 涌出技能解析 领主丝毫未发现魏希 技能飞镖命中 魏希迅速接近发动技能效果 领主瞬间发出强烈光芒 攻击刘依的枝条也全部停止了攻击 就在刘依以为领主被解决的时候 看到领主身边的魏希自由落体掉了 刘依大惊 这时情况 就在这时 魏希发出求救消息并且知道 主性相差太大 技能判定失败本事 角色失去控制 刘依快速前进 到达领主身旁十发箭 钥匙自带的光芒消失误 话不多说 挑起刷项钥匙 此时系统通知 检测到您当前 元界 算力权限少于25% 无法强制夺取 领主感觉受到威胁 双眼发红看下刘依 刘依剑夺宝不成 祝福技能也快结束 二话不说 转身向下跳出 抱起魏希光速逃离 被抱住的魏希看着抱着自己的原因 小脸不由自主地变了 这是刘依却在计算着自己的算力 看着面前的魏希 假的 如果获得 他身上的算力 就够了 就在刘依准备跟魏希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传来了两个响声 当刘依看到来人的面目 面露阴邪笑容 暗想到 这一下不用纠结了 纵算力权限的人来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